來看了這個雲林館的監管長 這個領養美 讓人表達說 有插隊租疫苗的事情 現在有更方便說 雲林館的這個衛生局 其實在五月二十 就安排雲林館的議員來租疫苗 面對他就有消失疫苗的方法 所以雲林館長 今天是出面的說明 在這雲林館長有專門美 他補出插隊拍疫苗後 現在又傳出雲林館的衛生局 第五月十號 安排雲林館的議員來拍疫苗 接觸疫苗出品表悉 當初醫院衛生局已經完成 管內一二三十二零完 錫帕作業在前往來拍 我們就是在五月二十號 那天去施打的 這個整個情形是這個樣子 但如果說因為這個樣子 因為我一時的不查 沒有去瞭解的話 造成對我們雲林館的醫護 我深感到非常的抱歉 明天年以來疫苗 錫帕紅包 雲林館長 丟臉三十一盒最後出品 所以說明表示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五月三號的公文 希望第一日到第三日 感到出來的人 可以來拍疫苗 但一直到六月九合情 都沒有收到出銷的公文 希望這樣進次要延續 在等候第一次的公文 任何專利公益 到六月九號的公文 完全這項 同住者取消的這樣的公文 完全都沒有 明示在示 那我想 二神區 基於專業考量 保護防疫指揮官 我想這利益良善 也讓風險降到最厲害 我想這就是要維持整合公務體系的一個服務 但外界不然 國民管政府給疫苗作公關 甚至地方路上 還有傳出有人介紹 西柏米桌九千塊疫苗 根據近日媒體報導 雲林縣衛生局是否不實造冊 讓不符合資格之人施打疫苗 以及雲林縣政府告發 網傳 可以找明代喬疫苗價格 施打一劑的代價是五千元 本屬基於積極防疫 也立案偵辦 雲林地獎書表示 我已經已經發行過後報 和雲林管衛生局 來調出相關的資料 並查明明清中 查到蘇室 將會以法辦理 和民隊已經安準 民眾應該警察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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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信息來玩 表面專傳假消息 以免策劃 繼續 有年不得